我告诉你 林一斌 四年前我离开你 是因为我害怕 我想逃 可是我现在我不怕你了 我要跟你玩落地 我要起诉你 可以呀 你可以起诉我 你知道丁学琪 跟范子玉是什么关系吗 你知道丁学琪跟范子玉 是怎么认识的吗 你认为她真的爱你 你应该相信我小心 我一直都在保护你 你看看这些 你看看 丁学琪和范子玉 他们是发小 大学同学 两个人的关系可不一般呢 你再看看这张 他们两个家族二十年前的合影 他们从幼儿园就认识了 而且两个家族 他们的关系非常地亲密 现在丁学琪 开始调查这件事了 看看你真的是驾驶不大 还是要害范子玉 杨夕 我也不想说这些 逼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因为我要证明我在保护你 我怕你眼睁睁地陷入泥潭 拔不出来 我想帮你 你明白吗 丁学琪 见个面呗 射箭馆 边玩边聊 射箭馆 边玩边聊 听说你要调查那起车祸 你在我家里安插了卧底 你 你这么聪明才看出来了 杨小都是你安插在我们家里的卧底 我再问你一遍 如梦初醒吧 丁学琪 我从来不会看错人 包括你 我真的是没想到你一堂堂的大老板 能让自己的员工安插在别人的家里 那快是人家的隐私 就为了那么点男女之事 不就谈个恋爱吗 你至于吧 也是男的嘛 我当然至于 胜者为王 败者贼 说的人才不好意思呢 不用麻烦杨小冬了 我直接告诉他 我最近在干嘛 我就是在场里车祸 我要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 你为什么要查这件事 因为我不想让你再伤害 再欺负王教兴 我要保护他 我欺负他 对 从何说起 我们去钟南山 你为什么要去啊 你想把照片给他看 车祸的照片 因为你想让王小兴 心里面有愧疚感 让他不敢再谈恋爱 回到你的身边 是吗 我告诉你 我会打破这个魔咒的 很快 丁爱琪 我已经跟小兴说了 你跟范子玉的事 小兴很失望 后果会很严重 你说说你 谁让你不早说的 你要是早说的话 小兴就不会怀疑你了 你这样弄得我都怀疑你了 你是不是范子玉派过来的 你是复仇天使吧 我是米家乐 我只保护上帝 小兴就不会怀疑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告诉你他那电脑坏了 然后他说让我 让我帮你 干嘛呀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让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什么 挣钱的砝码吗 就为那点钱吗 为那点房贷吗 你连做人的底线 都没有了吗 你给我解释一下行吗 你给我一个原谅 你的理由可以吗 解释啊 解释啊 我告诉你 你首先是个人 不会这样的 你现在连林医兵说的话 是真是假 都没搞清楚 就要放弃 好可惜啊 我准备好了 嗨 好好跟他聊聊 谢谢 你想喝点什么吗 再来一杯咖啡什么的 我不要 那我想解释一下 我先说 是 好 你先说 我考虑好了 我不想谈恋爱 我现在能解释 我还没说完 接着说 我想过简单的生活 你必须卸下 你身上的包袱 你才能简单地生活 才能轻松地往前走 我的过去就是我的包袱 我想一刀两断 那不是青庄上阵 那叫逃避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再说一遍 我想跟过去 一刀两断 我不想再回去了 好 我先跟你承认错误 我错了 我认识范子鱼 我跟范子鱼是好朋友 我们俩是发小 我们俩关系特别的 这跟我没有关系 有关系 那天从4S店出来的时候 我就本来想告诉你 但是我没有找到机会 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词 来解释 好朋友是吗 好 你跟他说 他能成这样 我很难过 但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说完了 我告诉他在哪 你先听我说 小心 你能不能不要 像林一斌一样啊 我没有 那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的爸爸和范子鱼的爸爸 很久很久 在我们没有出生以前 就已经认识他们在一起 做事情 在上海 他们发的第一比赛 挣了第一桶金 经历过生死 经历过台风 经历过很多的灾难 这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不想听 有关系 关键是在后面 我们两个人也是 从小玩到大 我们两个人是发小 我回国放假 也就是你出车祸的那一年 你出车祸的前一天晚上 范子鱼约我喝酒 他说他难受 心里不舒服 好 我去了 喝着喝着酒 他跟我讲 他想自杀 他不想活 原因是因为有一个 离过婚的女人 抢了他的男人林一炳 我不想听 听我说完后面很关键 他跟我说了 一极美剧的情节 你能想象到吗 我都没有想到 有一个大巴车行驶 在高速上 然后突然间 转向拉杆失灵了 然后掉到湖里了 他给你那个箱子 就是控制转向拉杆上面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领架 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直到那天你跟我讲了一遍 这个事情的经过 你还记得我的反应 我很诧异 当你说到范子鱼的时候 我说范子鱼啊 我顿了你 我才反应过来 他想自杀 这件事情是他设计的 我更加骂 这个车祸对你来说 非常折磨你 非常难受非常可恨 你不想提 像噩梦一样 犯罪这三个字 你根本不想听到 我也不想提 但是你相信我 我们现在必须要去面对 能不能相信我 我给你一个清白 我让这件事情 一定一定一定地水落石出 好吗 首先 我不是任何人派来的 其次 我非常确定 以及肯定 这件事情 就是范子瑜设计的 最后 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爱你 特别爱你 特别爱你 那肖子疼了 什么 什么 我给你的那个肖子 带着呢 每天随身借的 我生把他丢了 因为他就是我 找出真相的关键 所以我 我的天啊 我是不是冤枉他了呀 也许他真的要帮我 我怎么把孝子给扔了 那干嘛呀这是 爸 有空吗 有空啊 陪我出去找个东西吧 你冷不冷啊 嗯 哎 你消息的 你昨天好的 都 решил怎样 听穿了 我zuk ek事 我对我比你还要 你还要对你 alkING 杨总 林总 我是咱们这个公司的员工 我真正的职位 应该是业务洽谈员 我可以给咱们公司 创造价值的 而不是现在 是您的私人侦探 或者是什么狗仔队 我提醒你 今天我心情也不好 你要是想动手的话 我会还手的 还有 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可以不是咱们 公司的员工 但是我必须得先是个人 喂 老龙 您好 啊 师傅 你哪位啊 啊 我 范子玉的朋友 当时范子玉老大 我去你们那个改装车行 还记得我吗 哦 哈哈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炒股票 特别厉害的那个 记得上学的时候啊 你就能养活一堆胡朋克友 对 没错 就是我 这都 多久没见了 是 这样 咱们长话短说 我确实有点事 想麻烦你一下 你还记得 当年 范子玉出了一档车祸 你还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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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 会翻车 小心姐 你欠了那么多合作话 都玩了吗 只要努力 有什么话不玩的呀 你别离我太近啊 是你往我宝里塞东西 那 你等我一下 我去个洗手间啊 你快点啊 马上 马上 你这学情 太得分尽尸了吧 我告诉你们啊 这次绝对不行 我再帮你小星姐 就真跟我翻脸了 听着 听着 这件事是关系到 王小星一生的大事 可是她都已经跟我 约法三章了 很简单 你们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 对吧 你开车 是不是 好 这样 走 姐 听到我来微信了吗 好像有吧 那个 手机在压高院那儿 你帮我看一下呗 我现在开车 都不敢打电话看微信 上次被我爸发现 骂到死 密码 3066 有几条语音 那个宇宙超人的 正常啊 放吗 嗯 帮我播放一下 小星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车祸的最新的限制吗 那个关键的证人 被我找到了 他叫老婆 他是范子鱼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老龙可以证明 范子鱼给你的那个箱子 就是他当年制造 这起车祸的证据 你可以不接受我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勇敢地 往前卖这一笔 要战胜你自己 好吗 跟我去一趟西北 去听一听这个老龙 他到底怎么说的 去听一下 车祸这个是四年了 一直在折磨着你的内心对吗 一直在压迫着你 为什么呀 如果你是被冤枉的 你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呢 没理由啊 没什么可恐惧的 相信我 任何问题都是你自己 给自己制造出来的 其实就是一层指 你一捅他就破了 真相就在眼前 我愿意和你一起去躲 好了 我等你 相信我 就这一次 求求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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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 你去买了 这些不买了 你去买了 这个买了 你来的不买了 好 他这个买了 走 到这仅里 走 等我走 每天都走 看把我走 到这个车了 做了 我还是去买了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我那么着急了吧 我真的很急 明白 我认出你来了 还是老样子 还没什么变化 还是这么帅 丁学齐 你好 老龙 跟你添麻烦了 我还以为你一个人过来呢 这怎么还带个 我女朋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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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跑这么大老远来问哪 这电话里边 不是跟你说得挺清楚吗 我 是 可是我想再清楚一些 所以有些东西 还是希望你能看一看 这个 萧子 是那辆车上的吗 这个 怎么说呢这个 薛琪 还有您女朋友 您把手机拿出来 我确定是关了机 我确定是关了机 为什么 你们要让我说话 那就得听我的呀 有这必要吗 拿吧 我听你的 这半截销子 在桥桌上 就只剩这么一点点头了 嗯 跟右轮的转向壁 就搭着那么一点点 不明白 还以为这车能开呢 打方向就能正常转弯 但是方向一旦打得多了 狠了 肯定会掉下来 记得当时我就跟子彧说了 这车啊 就是谋杀工具呀 不管谁开 上了高速路 转不了几个弯 肯定就得死人哪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是那辆车上的 你们是怎么拿到的 不 老龙 你就告诉我 是 乔名 如果 你是 一 是 我 这是 你 我 我 就是 我 我 大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我帮不了你了 怎么了 太阳 估计有一个态被炸了 那你先靠边停 哎呀 怎么办呀 修好了 好嘞 好了 谢谢 多少钱啊 不太费 一千块钱 多少钱 哎 我来 多少钱 一千 我没听错吧 一千吧 一零零零 对 朋友 我跟你讲啊 之前啊 就是我在这儿开了半天的地方 我找半天修车去 我没找到 只有你们家 你们家是唯一的 对吧 独一无二 是不是 之前朋友你跟我去 一个态补两百块钱 是不是你说的 是 是 是吧 现在一千五 哎 多少 一千五 一千五 你知道这态多少钱吗 一千五 我一分都不给你 我是太也不要了 送你们 我不要了 好吧 拿走 你不要行 我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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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行 车你现在开不走 人你们也别走了 什么 人你们也别走了 现在给两千 两千 两千 你真的还跟我开玩笑 不是 你说 冰险就有我们给了 冰险给人走了 这很冰险啊 但我不能灌着臭毛病 小安全为主啊 男人的事情交给男人来解决 好吗 你上车 删了咱样吗 上车 别浸一身血 上来砸样吗 好了 是吧 既然我们道理讲得通 那我们就用男人的方式 来解决一下好不好 你一个跟我来 还是你们俩一起 还是我们三个人一起 行 那就以男人的方式 就这样 谁先 哪个先 哪个先 好了 我错了 里头 两千块钱赶紧给 别等了赶紧搭 要不砸了 一定要这样吗 是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话看 你听我说话看 你不认识啊 什么 给不给 不会所有打出来 接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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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么 啊 啊 法轮胎给我换了啊 你要是不换的话我砸死你 不不敢不敢砸死 不敢砸死你 大人 息怒 我搜 还不快到 好好好 好好好 你快点去 收钱吗 你收钱吗 那你收钱吗 钱 钱 钱得收 多少钱 小人 小人 给点 你就给个 给个手工费 三百块钱吧 这疼啊 给你们四百 多一百给你们自己治病 我告诉你 他也伤了啊 去完医院以后 就不是两千五的事了 哎呀 害臭发额的了 快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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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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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太好了 马上换 不 马上换 马上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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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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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女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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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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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ilometers 从今以后我要变回快乐的王晓星 我要吃大餐 我要大量地买新衣服 我要谈恋爱 等一下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谈恋爱 跟谁 光教野弟的 那就跟你吧 不就回到 烦话的都市了 还是你 确定 确定 松开 松开 等这一天 等了好久好久好久 好久久了 对 等不到再久了 我真碰到了这一天 好 你就说从先开始 你救我的女朋友 我救你的男朋友了 我们就确定了 这样的关系 对吗 那你爱我吗 等了吗 好爱死你了 我没听到 我爱你 我没听到 我爱你 再当老师了 我爱你 你阻止不了我的 你喜欢过孟小星吗 爱过他吗 我用得着骗自己吗 我当然爱他 四年前发生车祸的时候 王小轩害怕死了 当时你在办吧 你是清醒的吗 当然 你既然是清醒的 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车祸当中的 任何蹊跷的地方 你没发现吗 车站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平时开得好好的 如果这是你的良心话的话 那我现在就拓骂你的良心 我告诉你 我堂堂正正 因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 你不敢惹 范子瑜的家庭 因为他的爸爸 是一个大咖 范子瑜当年跟你分手 他拒绝你 在你心里 你永远都是一个统一门 你只能接受 你别的什么都做不了 后来他还回来跟你复合 你找王小兴 过来当挡箭牌 拒绝他 这已经是你最大程度上的报复了 范子瑜做出这么大一件事情来 你吓死了吧 你生怕他的家里人 来过来找你孙丈 对吗 所以你不敢深究这件事情 只能让车祸事件草草收场 你至今为止 你都不敢怀疑范子瑜 到底是不是自杀 四年了 四年你 这什么事 现在告诉你 到此为止 刑漦 这么多年 怎么这次 醒起来看你爸爸来了 我是专程来看您的 您知道我不爱回家的 真的 对 想来看看我 你是想看看子昱是不是 也有这想法 好久没见了 她还好吗 好 她现在在国外疗养 发言美女 我叫美女 brothers 姐姐 我叫美女 让我们来 对 咱们 怎麼可能 這麼想不想 行人心沒必要兜這圈子 你說吧 您是去派人掌握老龍了吧 就是那个曾经跟子虞 一起玩改装车的那个牢笼 雪切 听叔叔一句忠告吧 按您说 不给你管的事 你就别管了 可是有些事想瞒 咱也瞒不住 秀琪 秀琪 阿姨好 辛苦你了啊 走吧 你陪我吧 我很高兴能站在你的身边 陪着你进去 谢谢 走 等我们消息吧 不卑不亢啊 把问题说清楚 怎么来的 打车来的 你原来不是有辆车吗 太老了 自然了 那没车挺不方便的啊 所以我要买新的 你说买就买啊 你现在车也不贵嘛 哦 是是是 那薛琪你父母 他们是干什么呢 在不在本事啊 哦 他们 他们在老家 妈妈是大小老师 爸爸是 老师 个体户 做衣服做包的 小本生也 好好好 你看啊 这搭配 一个体制内 一个体制外 这搭配好啊 好 怪不得啊 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 过家了 哎 我跟姓他爸还想着 什么时候跟你爸 跟你妈见个面 好啊 好啊 有机会就说 肯定有机会 哦 好好 那找机会啊 找机会 齐学琪啊 其实我想跟你说 那个杨晓东 谁 什么东西 杨晓东啊 其实他真的 没有你想得那么坏 他真的从林一斌那儿辞职了 哎 就前些天 我去超市我看见了 他在那儿当收医员 那儿 你说是不是也 其实也别那么坏 如果我要再相信他 他再害我一次了 怎么办 没有 我就是瞎说的 咱们换换他 他出来了 怎么样了 我跟你们说 人家呢 已经接受我们的 申诉材料 非常重要 说啊 如果当初办这个案子 就是有什么疏漏 不管牵扯到谁 一定要纠正过来 哦 太好了 你看 太好了 好的开始 那你们俩 把你们俩送过去 不用 不用 我 我买辆新车 我现在就去提 你陪我去 当然 是 确实有点累 接下来就是属于 我们俩人的幸福世界了 虽然刚刚提到杨晓冬的时候 有那么一点点的范围 但是现在 只剩下幸福了 雷瑶 誰啊 是谁啊 说 您的快递 我的快递 对啊 您看 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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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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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没用力 在哪儿 好 好 没用力 我现在来跟你见面 怎么了 别跟着我 为什么呢 我送你回家 别跟着我 为什么 我怎么了 丁学妻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我真是看错你了 等会儿听听你 你能慢慢说吗 好好说话行吗 你还跟我装是不是 现在全是 你怎么会很嘞 是 没事 阿姨 你怎么好意思来 你怎么还好意思来啊你 平常打扮得 跟个正人君子似的啊 净干些道貌安然 男道女称的事 什么 我真是感谢 佛婆子老天爷 保佑我们家杏儿啊 还没跟你谈婚乱嫁 不不不 演 太会演了你 没演 阿姨我真的 我今天被人说了一个晚上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来 看看吧 看看这是谁 你现在太有名了 市中心的大屏幕 你都上那个大屏幕了 你现在是名人了 你知道吗 解释呀 说话呀 证人君子 那哪个网 阿姨 什么的 你甭管哪个网 你要是再敢找我家杏儿 我就给你拼命了 小杏 小杏开一下门行吗 我们小杏 小杏 小杏 叔叔 小杏在吧 阿姨在